5月26日月云鹏发文称 孩子,为了你能完成作业,爸爸做什么都可以,并附带了一张图片 图片中的月云鹏正在模仿夜宴图中的一位老者 月云鹏坐在椅子上,扮上了古装的造型 看到这一幕网友们也是纷纷调侃 称月云鹏的扮相比划里的要真 就是这领子开口太小了,还缺三个侍女,三个徒弟正好 不得不说,月云鹏对于女儿的学业用心良苦,满满老父亲的记事感 而看到月云鹏发文的烧饼忍不住地吐槽到,比当怪兽强,最起码受人尊重 相比月云鹏烧饼带娃的日常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在近日烧饼发文直呼,想要说相声了 我不想在家当怪兽了,让烧卖换个IP追 网友们也是出谋划测道,要不你俩一起给孩子说相声吧 不知道如今的烧饼还会不会选择看孩子 你是要看孩子还是去死亡?二选一 我看烧饼 我看烧饼 相比月哥烧饼在家带娃更苦一些 看到月云鹏的发文,网友们也看出了月哥已经放弃的抵抗 从辅导作业的崩溃,到如今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网友们也纷纷调侃老父亲太不易了 看到两位老父亲更新日常网友们也不忘催促德云社其他老爷们更新 毕竟德云社已经没有什么偶像包护了都别憋着了 当然也更希望德云社的小剧场能到早日重新开业 月云鹏也在之前的直播中透露过已经成立了创作团队 而且已经写好了两个作品 一个是新学歌曲,一个是谈判专家 而且没有老包袱,全是新的包袱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